嗨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今天的看板人物 今天我们带您来到基隆的和平岛 您来过和平岛没有呢 它是台湾所有离岛里面 距离本岛最近的一个岛 严格来说 它距离本岛只有短短75公尺 过个桥就倒 这是400年前 西班牙人在这里建了圣萨尔瓦多城 5年前政府的OT案 把10年的运营权交给了 基隆的在地英纳 黄伟杰的团队 这个以前基隆人烤肉玩水的地方 就打造成认证的国家级景点 莱克树从黄伟杰接过来之后 增加了50% 究竟我们的看板人物黄伟杰 加入了哪些不一样的元素呢 阿拉宝湾美丽日出 是经过美国中文网认证 全球21个最美的日出景点 每年只开放6个月 和平岛的地质环境非常特殊 跟我们熟悉的野柳地质同属 数千年的风化 海水侵蚀 豆腐盐 殉壮盐 海事平台 都是国际级的珍宝 四百年前西班牙人为了传教 建了一座诸圣教堂 这座教堂遗迹 见证了和平岛悠久的历史 看完了逛累了 还可以来一串百年历史 探考及古拉 再搭配一杯透心凉的 凤尾翠梅石花洞 只有和平岛有哦 不一样的基隆 不一样的和平岛 这集一开始就让我们搭船 用不一样的视角一起前进 新又美丽的和平岛 黄总 这引擎声蛮大的 我听说原来基隆港 有四百年的历史啊 对 没有错 它是几百年 所以我们今天会从它的 最现代的内港 一路到大航海时代 西班牙占领的和平岛 所以走这段水路是有一点 地史回溯的味道就对了 没有错 那你跟我说这边是三用港 基隆港它其实麻粹虽小 但是它五脏俱全 我们有客轮 有军舰 有货轮 甚至是我们等一下开到目的地 是渔港 你建议我们在这个航行的时候 可以看哪些特色 是跟基隆港特别有关的 我们搭乘着水路 这是东岸 东二 东三 东四的码头 港务公司去把它改建成一个 国际的游轮的码头 左边这边航行的西岸 这边就是主要去举行过轮的方向 所以待会在右手边那边 还可以看到军舰 那其实基隆港从内港的这边都是从日治时期的时候 它大概从1895年到大概1945年这中间经历了五次的主港 到国民政府军慢慢再去修建才会看到现在这个样貌 所以这段海路往天上看其实好像还有看透 对不对 有几只很帅气的小鸟 我应该叫大鸟 它其实就是基隆的士鸟黑鸢 然后它在找食物 所以另外一个你可以看我们正后方夜间很有名叫做卡玛丁 就是我们早期的续川河 晚上11点以后的鱼获的集散事情 它就有很多的一些鱼内脏啊 它就会飘到基隆内港里面 老鹰就会去找这些食物来吃了 妮娃姐你可以看一下右手边巡防舰 中间的位置有没有一个方块的一个形状的 有有有 那个其实几个就是我们的雄风飞胆雄二雄三 所以你看可以在内港里面这么近的看我们这个国防的军舰 其实也是基隆港的一个特色 应该也只有基隆港了 对 那我们在后方的它基地 还会挺那个S拐动C的反潜的直升机 妮娃姐你看一下右前方 有没有很多座很像长颈鹿的一个器具的 那就是我们基隆港的一个特色 桥式起重机 它就是我们货轮码头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机具 那应该在前几个月 大家知道全世界最夯的一个电影 汤姆克鲁斯演的 就是Top Gun 它是开什么 它在开飞机对不对 汤姆克鲁斯也开过乔士起重机 是吗 很像假花鸡这样子在运作 在基隆港里面游船 它有没有什么比较 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地方 是 那其实基隆港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它是以贸易货运为主 譬如我们现在在三港对不对 对 三港的群的单位就是像是港务局 港务公司航港局 那就是分割管理就对 渔港就是渔业署 可能他们角色上的一些考量 就可能会对于这个观光游城上面的一些限制 其实我们游港到现在 这个从基隆 然后一直到和平岛 有一个OT5年之后 有一个非常引人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都说 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北台湾最近的 看日出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下面的时间 交给看板人物的记者韻璇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看板人物的记者韻璇 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以说是 世界级的美 和平岛被美国中文网评选为全球21个 最美的日出景点之一 只要你来和平岛风源的阿拉宝湾 就可以看到 而这样子的日出迷景 也是基隆八景还被写成了七言绝句 旭日东升彩凤鸣 云霞散漫小风声 天开树色彤彤映 水国星光录化明 如果你想要到阿拉宝湾看日出 还要经过这条转九次弯的九曲桥 天下我们底下的水 是直接通往大海的 所以其实只要往下看 你就可以看到丰富的潮尖带生物 黄总 我们现在时间 大约是四点十几分左右 想请问黄总 就是如果一般民众从台北 漏夜开车到基隆和平岛看日出的话 你觉得大概要抓几点钟 出门比较好啊 原因上到我们河平岛公园 来看日出 大概是四点钟就要到这边准备了 所以其实从大台北地区过来 大概只要抓个大概三四十分钟 就可以到我们河平岛公园 那其实很方便 就如果想要看美丽的日出 不用到东台湾 在北台湾就可以看到了 没错 我们现在走这段路看起来 好像跟刚才路不大一样 对 这个是我们在去年 2021年的5月完成的第三代步道 生态石龙步道 我们是用石龙网砖软石 然后它是在这边做一个 就是在高潮带做一个生态石龙步道 可以降低就是落石的风险 你可以看喔 在海浪的冲击的时候 它也可以减缓它的一些冲击 可是这一辆海浪不断的打上来 看起来要制作的过程 是不是非常困难啊 这个是非常耗时的 而且成本也比一般的步道高 但是日出不等了 我先带你先去看日出 待会儿我再跟你说 美根 现在天亮了 我就来带你看这个生态石龙步道 好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大概 总长大概100多公尺 其实那个时候是花费的成本 你看我右手边这边 这个是第二代的水泥步道 大概在100多万 像我们这个生态石龙步道 大概是它的一倍 大概在200多万 而且公时也比它多一倍 大概要花到两个多月 所以我们这个是真的是耗尽心思 去做着跟生态共融的一个 石龙步道 黄总 刚才浪好像真的有点大耶 对 因为今天刚好是涨潮 所以你看我已经帮你挡了一片 真的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都是见过 大风大浪的人 今天比较特殊 刚好碰到是涨潮时间 而且我们刚刚其实也经过 非常多有特色的岩石地形 那想请问黄总 我们这段路大概要走多久 已经走多远了啊 才可以看日出呢 大概我们这个步道 到我们这个大平台 看日出的平台 大概在15到20分钟 那如果有导覽结束的话 大概就在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我们其实前面就是平台了 所以我准备带你 我们日出要开始了 好 走 我们走 我们整个阿拉伯湾的步道 大概总长在750公尺左右 大概如果你不逗留 大概就在20分钟上下 那你走这个阿拉伯湾的步道 沿途可以看到10大手务沿中的 五个手务沿喔 必须你可以看到金刚沿 法老沿 鳄鱼的沿泪 黑鱼沿 还有我们那个秘境 才看得到的我们的花豹沿 尤其是花豹沿 退桥的时候才会露出动机 所以一天只有两个时段 才能看到喔 刚才是凌晨4点钟 从九曲桥出发 现在的时间是5点25分 我们录影时间是9月 和平岛的日出时间 大约是5点37分左右 所以我们再过几分钟 就可以看到日出囉 今天的云城有一点厚喔 不过我们也是第二次来了 能够来到这个全球最美的 日出景点看日出 还是觉得非常感动 黄总 像这个地方这么漂亮 为什么会叫阿拉伯湾啊 有没有什么小姐夫 其实它应该叫阿拉伯湾 它是我们台东的阿美族的朋友 那个时候在台东家乡的一个名字 然后其实也是 他们的头目有告诫 那时候远离他家乡这些主人 说要时时想念自己的家乡 也不要忘了自己是阿美族人 没错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都要记得我们自己是谁 也要追踪我们脚下的土地 命选没错 那我们也推荐大家 可以来看看这个最美的日出 但是因为我们是开放5到9月而已 因为大概在10月中以后 东北季风来风浪就会比较大 这也是考量游客的一些安全 最不得已的一些做法 什么 才5个月 各位观众很想来对不对 明年请早 现在只好先透过我们的镜头 一睹为快乐 其实我们也住在这边 吃了哪些好料 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念华 王总 其实我也 这次来以前也听过朋友 小时候以前来过和平岛 但是我打赌 就是摄影机前面的华人观众朋友 你们应该没有来过和平岛过夜 是 这边3000多个居民 没有人经营旅馆吗 所以我们在今年7月份 就是推出了一个导座会的 24小时不断店的体验活动 好 这个休息空间 应该是量身定做的吧 是 量身定做的 那你这边有几个 我们总共有10座的一个 休息的一个空间 假设说是五六个家庭 对 然后一起来 那这不等于是变得像岛主一样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我们园区开到7点 7点以后 你就是一日岛主 可以透露一下造价吗 如果是硬体加内装的话 对 差不多要满满 所以黄总带我们进去看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我们每一座车厢 是用我们园区的十大守务园去命名 像这一座叫做猪头岩 那这个也是我们用 简怀的海费的漂流木 去把它来做着一个门牌的概念 我的右手边这边 大家来跟着我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 猪头岩的车厢的空间 我们不会提供一些一次性的 或塑料的东西 包括如果你要在我这边 冲澡的话 我每一个车厢也会提供给民众 就是我们跟在地的手工罩达人 做的一个手工罩 让它可以去使用 然后我们在里面用的一些 像水杯或一些器具 那重点是我们也有配备冷气 所以除了你可以 享受大自然风之外 你在夏天的时候 你也不用担心 在这车厢里面会闷热的问题 这个有桌子椅子 就是说你也可以来这边搬 你也可以来这边 可能有三五好友 两三位好友可以来这边聊聊天 玩玩大家互动的一些小游戏 那这个也可以把它降下来 把后面这两个垫子去放到中间 它又可以变成一张 可以让你休息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再往上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车厢额头的部分 它就是可以 两个大人可以休息的一个空间 就像我现在躺的这样子 其实它也是很舒服的 那我们左右边都会有插座 所以你如果有三级用品 你的手机都可以充电 然后在我们这个座椅区这边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景观窗也是很 看出来的视野也是很好的 嗨 六位姐 嗨 现在看出去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世界级的地质景观 好 这是非常棒的 好 这是在和平岛导舟会的餐桌 是的 这餐桌有点出人意外 因为你不会想到 在露天的餐桌里面 谢谢 有这样主厨级的料理 这是今天的晚餐菜单 是的 谢谢 请来 谢谢 好 这个餐桌我想知道 你怎么样的去outsourcing 让餐厅愿意来这边 就是提供它的 如果你住这边的休息空间 是含三餐的 晚餐 宵夜 早餐 对 是几个餐厅的Chef来轮流 我们在今年其实透过了一些课程 让十家的餐厅大家一起join 我们邀请台湾生态饮食设计中心 老师们来到基隆 透过厨师的角色 他在选食材的时候 农林榆木叶挑对的食材 有趣的食材 他煮出来的料理 就是对的料理 那时候好像有人并不看好 说你在这个地方推出这种 就是餐厅级的料理 其实有些是可能老板想推 但是厨师觉得觉得 这努力的 做这个很麻烦 有些是可能是厨师可能想推 但是老板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也挑选食材 要在这个地方 要去做餐厅以外的事情 他也觉得很复杂 其实黄总他这整个和平岛的OT 后来拿到了2021年 永续活动认证的这个系统 对我们来说 在一个休憩的时光里面 它有一点缥缈 我们从今天的白带鱼好不好 讲一下 白带鱼 白带鱼的鱼骨 白带鱼卷 很漂亮 好 所以这个白带鱼 我们就用今天这个食材 它跟永续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在2020年 我们去申请了一个 ISO 2021的永续活动认证 我们先讲这个汤品好了 这个是用白带鱼全食材 也就是我们利用白带鱼骨 酥炸了以后 就类似 有点类似饼干脆脆的这样子 然后去佐 你看到旁边那个汤 那个不是番茄 那是基隆的胭脂虾 胭脂虾它去提炼了 对 它这个胭脂虾的虾壳 是虾壳 去提炼了虾油了以后 再把它熬煮成浓汤 去佐这个白带鱼骨 因为基隆其实在每年 大概夏季的时候 其实白带鱼 整个渔船大概从北海岸到东北岸 250艘都在捕这个鱼 它属于那种中阶的鱼种 但是你如果中阶的鱼种 它的一些产量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高阶鱼种跟低阶鱼种 都会有产生问题 所以就是鼓励大家 可以吃在地的东西 吃当季的东西 把台湾的美食再把它吃回来 所以这里面的永续概念 应该就是在食物 这个里面食物的食材 你刚刚提到你 当季的 当季的 当地的 它其实第一个它就比较 现在大家很夯都讲说 碳足迹或食物里程 王总 在和平岛的海边游泳 究竟跟别的地方的 不管是海水浴场 或是在海滩游泳有什么不同 是 而且你看和平岛的泳池 第一个它是被世界级的地质 去围绕住的 这边啊 它跟我们东海是连成一起的 所以我们这个海水 它是天然的循环 第一个它非常干净 它里面都是鱼 你是跟鱼一起游游的 那这里呢 这里为什么都没有人 这一池我们是做宠物泳池 让狗狗你可以带你的宠物来玩 这很酷 不 我还觉得有一个很特别 是一般人要玩sub的时候 印象都是到南澳 或者是我朋友到花莲 是 我们这里应该是离大台北地区 最近而且最安全 因为我们这里有非常完整的 救生员的体系跟教练 然后我们从海上看回来 这个地质区 超级厉害 超级漂亮 而且给人给人 其实基隆 其实讲的就是河边岛 所以你从海上看回来 我们这座山头 就是像鸡的笼子 所以讲的是这里 见证基隆的开始 在你滑SWB前 我们会让你先理解一下 你跟这个环境大自然的一些关系 而且海水是很温的 所以你在上面其实很冷对不对 你下去其实是温暖的 所以其实来这边冬有的人非常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个 SUV特别的经验 OK 好 我们等一下要体验SUV 我们换一下救生衣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走 来 你先上跪一下 然后那个把手就是船的中心点 然后你就膝盖跪在把手的两侧 好 跪好 好 我可以帮你上脚绳 跌下去以后 就是直接把脚绳拉回来 就可以爬上岸里 太阳了 是 现在暖化的关系 基隆已经很少下雨了 你们都在这边滑 很多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这个是一个细水池 是 然后可是是海水 对 没错 还是所谓的无边际感 我们滑出去可以跟基隆里 一起拍个照 好 非常的漂亮 这是我们的河边岛SUV的一个特色 我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海景 是因为我们的强哥 强摄影 它就是上山下海都靠岛 看你坐在SUV上的摄影长怎样 而且它不知道有什么摄影 这一段很N区耶 好 招呼 嗨 大家好 嗨 寡寡 我们这个SUV可以双人滑 你要不要和强哥一起玩呢 好啊 那我们要怎么做 走 带你们去 走 走 起身 两个要抓到的中心点 站着 站着滑会落水 滑一团 产哥 我们要不要站起来好好看 好啊 好啊 那我先站起来 先站起来 好 我跟这里没有落水 你要先跳球 落水星 要跌倒 我跟这里有点远 然后也要跌倒 然后也要跌倒 好 我们是不是要伸出援手 好 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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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過Sup 有 有玩過 但是我覺得在這邊玩的時候 感覺最不一樣是 這個是一個海水用紙 所以就很平 不會像外面的浪這麼大 可以練死這樣 所以安全感比較 對 安全感很多 然後很多教練在旁邊 然後我們會看 判斷這個氣候環境的 洋流的狀況 看是在園區的水池裡面 還是到外海去 所以你最後來幫他推薦一下吧 我覺得呢 很怕水的人來這邊玩 就是比較穩 就是平平的浪 然後很推薦大家來練習 然後再去花童話 再去挑戰 再去挑戰 黃總 其實台灣是四面華海 但是為什麼你會 把和平島玩水 列為一個優先選擇 我們針對不同的年齡層 我們有設計 不同的水池的深度 包括我們的藍海水池 大概最深在2米到2米5 那我們的青青水池 大概在小腿度深 那我們的另外幼幼水池 是針對那種小小朋友 它的水池大概在腳踝 所以你不同年齡層的小朋友 來這邊都會很安全 那第二個呢 我們一年365天 都有救生員在現場執勤 我覺得這是第一優先要考量的 然後重點是 就是我們的一些像淋浴間 我們從冷熱水到脫水機 儲物櫃 吹風機 其實玩玩水的周邊的一些需求 都幫你想好 都幫你解套好了 好 這一段黃總的泳褲盛 這裡跟我們前面日出的 阿拉寶彎秘境是連在一起的 是的 這個其實如果我們要說 這一陣子基隆最會賣菜的男人 就是黃總 對 但是他賣的是什麼菜呢 我們在台北可能買不到 黃總講一下吧 為什麼你開始賣菜 我是賣應該算台菜 台灣的海菜 海菜啊 海菜 海裡的 那其實我們都說這裡叫做 這些海女婆婆大海的冰箱 所以它每一個季節 有不同的海藻 海菜 像譬如春天 可能我們有石醇 醇就是一個草一個磚 那可能春天 它可能會有石花菜 在夏天之前 冬天我們這邊有桃某菜 頭髮菜 還會打髮菜 很貴喔 還會有紙菜 那你說這邊在春天的時候 說這邊會一片泉綠 這個就像抹茶豆腐 你想想看春天的時候 每一塊石頭上面 都是綠色的 海藻覆蓋在上面 然後搭配這樣子一個日出 緩緩從海邊上來 超級美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有依娜 他們就是這邊的海女 海女其實現在算是 非常珍惜的職人 邊裡消失 現在海女的大概從東北角 從石門到我們和平島 大概這是一段 和平島這邊再到北海岸 又是一段 好 所以今天能夠跟依娜學一下 在這邊 她可能會帶我採 就是比較近岸邊的 好 那黃總帶我過去 OK 好 好 走 盈娜 我們現在是不是採集的季節 已經到尾端了 已經尾端了 已經尾端了 現在採集的話 比較不漂亮 不漂亮什麼意思 它就因為白白的那種的 石頭會附著 這個海藻上面 海藻上面就比較不漂亮了 因為處理的時候就不好處理 因為尾端是我們這邊阿拉寶湾 就是 海女之後 石花 這個是最好的 對 石花有分兩三種的 兩三種的話 我們盡量是篩檢比較好的石花 因為好的品質的話 要滾的話很容易它就 膠質就很多 膠質就很多 那你幾歲就開始學海女了 大概是在十一二歲 可是那個時候應該是只能在這個 這個邊邊採吧 不會讓你下海 因為媽媽她不讓我下去 因為太危險了 那你母親也是海女 對 也是海女 因為爸爸出港了 如果說有可以採集這種石花的話 媽媽就會帶我們過來海邊 採集這個 然後貼補一些家庭的那個 開銷 開銷這樣子 那你小孩還有採嗎 現在 我的小孩他不會採 最年輕人他不採 那你是幾歲以後就是 開始你就可以自己採了 幾歲大概是15 6歲了 可以自行了 自行可以自己去採了 採要注意一些什麼 對 要注意 那個石頭很多一些 教那個什麼 對各人家的手這樣那個 對 就專業的話 是要戴上手套採就對了 對 戴手套是 對你比較安全一點 要小心一點 還是你要採的地方 也要稍微看一下 不要說 我就是不會怎樣 就是要建立心心就對了 是… 一定要安全 安全是最重要的 阿姨那你通常 如果你下去的話會時間上待多久 大概要15分鐘 像這個待遲的話 15分鐘就會滿了 一滿的話我們就要上岸了 上岸的時候我們就 把它曬在那個 先做第一次不曬 對 給它曬乾 因為你曬乾了 砍回去的時候比較輕 所以是老天給多少算多少 不要貪心就對了 沒錯 老天給我們多少 我們就拿多少就好了 不要那麼可以拿得那麼多 對不對 夠用就好了 所以那只要有一個呼吸管 對 面鏡 它就可以下去採 黃偉杰總經理找海女器座 讓和平島共好 現在她也走出公園外 讓共好不再有範圍 像在正濱 漁港 就有黃偉杰集結的好夥伴 哈囉 你今天怎麼有空過來 你來看一下你們這邊這麼多的客人 和平島公園不忙嗎 對 很忙 很忙 一見面盛情相待 黃偉杰2017年接手 替和平島公園轉型 不只一甩髒亂印象 還成為亞洲第一座獲得ISO 2021 永續認證的國家級景點 後面那一桌是和平島公園的粉絲 粉絲 謝謝大家 再來 正濱 和平島 都會有講一句話 先到海那邊 再到島那邊 黃偉杰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 串聯一條龍觀光行程 讓遊客玩得盡興 也是為了延伸和平島公園 永續觀光的招牌 他的點就是 不能只有和平島公園好 就是這個區域起來的 和平島公園才能更好 不過要成為他們的好夥伴 門檻可不低 當我們從產地 從小農那邊拿過來 選購的蘋果 然後再加上我們去使用它 然後珍惜每一個環球 綿綿雪花冰 淋上每天現熬的蘋果醬 同時吃進嘴裡的 還有在地的石花凍 把古早味結合年輕人喜愛的擺盤 同時還要謹慎選擇食材 是黃偉杰做觀光最看重的一環 跟我們之前我們在做生態飲食的 大家的一個交流 其實就是料理關係很重要 其實吃在大家 在行程當中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而且很直觀很直覺 黃偉杰堅持 讓遊客透過不同的消費 參與永續 一走進和平島公園大門 就有感 和平島公園 為了減少不可回收的熱感硬質 免票的項目使用護備卡 也會主動詢問遊客 要不要使用載具 這邊就是一張市民跟一張普通全票嗎 優惠在地居民 身心障礙的朋友和小孩子 到和平島公園 都有免票入園的資格 用護備卡取代零元收據 一年就減少了一萬兩千張熱感硬質 走進遊客中心 導覽只留封面 怎麼玩遊客得主動詢問 那你後面可以少一個 把我們人票都能進去 導覽線上看 推廣五指畫 跟兩年前相比 減少近兩萬一千份實體導覽發放 降低九成 其實當公園在推 ISO 2021 永續認證的時候 其實我們幫很多夥伴上課 就大家就會開始去思考說 原來我工作上 這個廢棄物會一直發生 那我可以怎麼樣減少 這個廢棄物的產生 走到遊客中心三樓 自家餐飲的標準更要把關 這個其實就是上次我們培訓之後 特別去發講的 一頁頁翻給黃偉傑看 這本菜單為了兼顧美味 與生態飲食原則 就改了十次 說真的是我們最驕傲的一個版本 可能會有一陣子不改了 因為它裡面真的是幾乎 我們是把所有化學的東西 都接近於零 飄著海葡萄與棗豬的氣泡飲 還有佛卡夏做飛魚卵塔塔醬 充滿基隆風的清爽下午茶 搭配無敵海景 讓人坐下來就不想離開 製作飲料剩下的咖啡渣 黃偉傑特別提議蒐集 到遊客中心一樓再利用 它裡面其實是有 咖啡渣的一個成分 只有10克的手工皂 提供住宿 游泳的遊客洗澡剛剛好 用完不留瓶罐 符合永續規範 放在路邊人家 可能會以為真的是石頭 有如公園岩石地景的 和平島限定手工皂 是黃偉傑特別替洗目品牌簽的線 因為他也是返鄉創業青年 因為他就是因為他這樣的熱情 就是變成我們的一個橋樑 他希望用他這些理念 來把我們這一些人 把他湊在一起 我覺得他做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要立法 他很會製造人跟人之間的連結 手指標語牌展現凝聚力 各行各業基隆青年 全聚在黃偉傑成立的水巷內協會 彼此透過經驗與資源的交流 激發更多合作的機會 我覺得他講話就是 都是跟人好像在跟你聊天 比如說他對旅遊 這些事情都很有激 他也不會說那種我是過來人 然後就是我教你還是 然後或是他說的都一定是對的這樣 態度開放又平易近人 黃偉傑返鄉十年用好人緣 聚集改變基隆的力量 不過最難的是面對這群人 比我們更基隆的基隆人 要被他們認同是一件 是一個非常高的一個門檻 對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我在這邊都看了五十幾年了 你們就是這樣子做 真的有辦法會為這個地方 帶來好處嗎 所以我去把這個處理一下 處理一下 不要打 在茶桌上還能互開玩笑 萬山宮廟主委 就像和平島公園的老大哥 黃偉傑剛接下公園時 雙方關係可沒這麼親近 現在比較常 他們會打招呼 以前我從來不跟他們打招呼 在這邊逃生我的人才會反對 這邊有利益的人才會反對 如果像有人去釣魚 有人是在地的要把海菜的 我也會問主委說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去溝通 不然我都是直接在下面 跟人家吵架的 主委居中與在地居民協調 過程中也看到和平島的改變 其實你衝好大家互相 可以把它衝好 這是好是保安 基隆雨清晰可見 270度遼闊視野 曾是海軍雷達站 黃偉傑讓當地人 參與改造軍事用地 現在成了可以欣賞海景 還能小歇一下的咖啡廳 外圍所有的視覺的顏色 或者是設計 其實也都是找不同的藝術家 一起來做 集結在地好手 打造一條欣賞基隆之美的秘境 有付出 對腳下土地更有認同感 就連退休銀髮族 黃偉傑也培訓他們成為創生夥伴 在17世紀大航海時代 河濱島就要上國際舞台 與遊客介紹河濱島的歷史與變遷 73歲的林詠龍每次帶隊都準備充足 其中有他的使命感 因為你先認識了解 才會愛惜這片土地 慢慢藉助我們導覽解說員 推廣給全台灣或是國際上的友人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四百多年的歷史文化 加上天然 海水池 都是河濱島公園的寶藏 讓觀光客來基隆駐足停留 彷彿忘記與都過去的印象 基隆都濕濕的 我覺得以前基隆可能就阿妙 阿妙 高中考試的時候 就要想辦法考北年 然後到台北念書 取而代之的是 對家鄉的光榮感 現在基隆包含河濱島那邊 我覺得都是一個往好的 那個方向在走 我們自己也很想要參與到 這些地方的一些重生這樣子 黃偉傑翻轉和平島的熱情 消除了人與人的隔閡 五年來 基隆百頁都願意與他一起努力 當大夥對早下的土地有更多信心 每走一步帶來的細微改變 都能讓家鄉再往更好的基隆邁進 黃總我覺得這邊應該擺兩個椅子 是 然後放一個竹台 對 我可以嗎 我覺得你很可以 其實我們剛剛說黃總是最會賣菜的 那他這些菜做成的這一些 專屬於我們和平島的美味 這裡面哪一個你覺得賣得最好 像是我們在春天的時候 我們這一鍋 就是我們這邊的阿美族 你看喔 他是用三種海菜喔 他用蜈蚣菜 他有石醇 然後他還加了一個草朵 就是我們的臭度去熬煮的湯 像我們一般在定聚落的美食的時候 我們就會推這個 那像海藻水餃 我想吃一顆看看 可以當然 我來幫美女姐來 你會不會有一個那個海草味 一般人對海藻可能都會有一點恐懼感說 會不會有腥味或海藻味 沒有沒有 而且它還是有海味喔 對…它有海味 海的味道 一直著下去那個海的那個味道就出來 會越越重 那還有其他的呢 像這一道喔 它是一個算是甜點下午茶 它是類似豆腐鹽的千疊酥 千層酥啦 旁邊的豆腐鹽 春天的時候就會有這樣的石醇 的石醇粉 所以它的那個獎 就在上面這個綠綠的喔 是 細細的喔 所以我也比較好奇 因為我知道 當你OT了和平島之後 其實你花很多精力 你先做 是 先做石花凍 是 把它變成一個 特色的這個伴手禮 對 你認出是什麼字嗎 觀眾朋友 我剛剛一下就猜出來了 超厲害的 專業 跟我們剛剛 瑩娜在介紹我們那個海藻有關 上面最漂亮膠質最多的叫什麼 鳳圍 猜到這個字了嗎 鳳圍在一個字裡面 因為我當初在回基隆的時候 我就也在盤點說 基隆有什麼樣的物產 我覺得可以好好的來發揮 就發現全台灣既然有一個 我們平常就在喝的 就是石花凍 為什麼它沒有辦法去做成伴手禮 結果發現它有一個限制 因為它一定要冷藏 我們就把它研發成常溫了 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這麼久 這一款是我們第一款出來 叫做脆梅石花凍 鳳圍脆梅石花凍 它可以三吃 另外一個你看 它可以常溫吃 冷藏吃 它更厲害的 它可以變成 變冰棒 就是把它倒過來 杯磨濕掉 然後湯匙倒叉 它就變成這個 因為海女文化 慢慢已經要瀕臨消失了 所以希望透過產業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去滾動 做個循環經濟 帶動跟宜娜這邊的一些 連動性的東西 平常這邊很感動 真的 我覺得真的是 你真的是這邊長大的孩子 透過產品去認識這個地方 而認識這個採集文化 記得我之前在台北工作的時候 其實要回家吃個晚餐 其實都是個奢侈的事情 我都是大概五六點就要出門了 要趕車了 然後大概都是九點十點 才回到家 標準的找我玩酒 那我們就想說 我回來基隆 有沒有辦法去讓更多年輕人 也可以讓他有回家吃晚餐的機會 我聽說現在黃總OT的和平島呢 是把和平島加基隆變成一個小吃之旅 就我很好奇 因為我們知道吃小吃是去基隆夜市 是 今天妮娜姐特別到和平島 一定要請您吃一個最地道的海味 就是我們的雞骨啦 留我手裡也變出來了 先介紹這個 好想喝一口 好熱 是… 這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地的海藻製成的石花洞 我們和平島的海藻特別優 是用鳳尾的品質去熬成的 好 所以顏色也不一樣 這個雞骨啦 來 我請妮娜姐 你可以品嘗看看 這個是用純魚漿去做的 從鯊魚的魚漿喔 很香對不對 很香… 它有一點點像黑輪 可是比較好吃 沒有那個粉漿味 對 不太一樣 它沒有加那種素粗粉的 而且它有點像那個很香的 魷魚乾越嚼越香 是 其實這個已經在基隆 已經滿久的歷史了 以前這裡都是製這個魚漿的工廠 它是給一些就是餐廳 我們希望讓更多的遊客可以知道 原來在餐廳吃的 就是在這裡製作的 那還有一個你自己挖去的小吃三寶 那是什麼 妮娜姐一定去過基隆廟口 就甜不辣 但是你一定不曉得 基隆有很多的隱形冠軍 所以我們把它包裝一個 基隆的小吃三寶 第一個就是馬路進的辣椒醬 你去基隆廟口你一定會吃到 你不管吃油飯啊 一些東西你都會餐的 只是它是做醬料 對 它是做醬料的 甜甜辣辣的 第二個就是紫包醋 幸福牌的紫包醋 紫包醋 你去廟口喝個湯 你都會加到 你都會吃得到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那個麻油 馬技的麻油 它也是很香的芝麻香 所以這三個是可以帶回去的 對 通常你來基隆去吃美食 你都會吃到 但你不曉得在哪買 所以我們前幾年把它合在一起 叫做基隆小吃三寶 你現在在很多餐廳就會看得到了 黃總 在這個小小的和平島上 這個天后宮顯得特別大 是 因為在靠海邊 一定要有一個 具代表性的一個天后宮 祈求我們這些漁民 出海捕魚的都可以品牌 所以是特色就對了 是的 現在在營造整個和平島 甚至包括基隆和平島的這個共識 你面臨哪些 比較需要突破的挑戰點 我覺得應該就是 跟在地的一些居民的一個認同 這邊三千多人 和平島公園 它其實是佔和平島 四分之一的面積 我們希望我們考量的 不是只有和平島公園的範圍 然後譬如說我們會 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 我們從一開始進來 不到十個人 到現在我們 將近百位的員工 都是在地返鄉青年 十倍耶 十倍 譬如說我們會跟小學 譬如我們的和平國小 四年級到六年級的小朋友 我們會開一些課程 認識這裡的家鄉土地 譬如小小解說院的培訓 讓他很有成就感 讓他認同了以後 我相信他的共識就會 越來越近了 我都常常跟人家講說 我們不是在做環境教育 我們是環境在教育我們 另外我們只要是電器設備 鐵製品 幾乎你只要一個東北西方過了 它一些岩化 風食 尤其是戶外的場面 行銷這種都是小事 其實在維護管理 這才是大學 黃總這是第三個 海水池了 是 清清水池 它後面是這個面海背山 後面是這個聖薩爾瓦多城 是 可以介紹一下嗎 好 其實在1626年 其實河濱島就是 北台灣第一個 有西方人足跡的地方 西班牙那時候到了基隆 就蓋了一座城堡 叫做聖薩爾瓦多城 但是現在 不是在現在臉背後的這一座 它是在我們左手邊的 造船場的地底下 所以那是排船的嗎 排船的地底下 在1626年的時候 西班牙人在我們這裡 就16年而已 荷蘭人又北上把它趕跑 那它又續用了這個城堡 然後叫北荷蘭城 榮耀它的帝國的 創造它的影響力 那其實在20年前 我們有考古學者 已經來做這樣的一個探勘了 西班牙人 荷蘭人 所以來這邊 它有多元族群 它有文化性 它其實是很有城市的 文化城市 所以我們說從 最早的巴塞族 就是這裡的原住民 凱達格蘭 然後到後面的西班牙 荷蘭 就太多的一些多元族群 都佔據在這個地方 很多人都會覺得 基隆市區是基隆 不是喔 基隆指的就是 北台灣的開始 黃總是基隆在地一納齁 那你以前的國中同學 有多少留在基隆工作 應該是幾乎都到台北地區去 基隆才30多萬的人口數 10萬人在通勤 所以10萬人通勤 產生什麼基隆現象 記得我之前在台北工作的時候 其實要回家吃個晚餐 其實都是個奢侈的事情 我都是大概五六點 就要出門 又要趕車 然後大概都是九點十點 才回得到家 所以你們是朝五晚九就對了 朝五晚九 標準的朝五晚九 那我們就想說 我回來基隆 有沒有辦法去讓更多年輕人 也可以讓他有回家吃晚餐的機會 那黃總 他之前有十年的時間 是做專業的導遊 以前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在帶團 帶不同的人 去到不同的地方 講別人的故事 講別人的故事 就有一天突然就覺得說 其實基隆這麼好的元素 有沒有機會回來 幫自己的家鄉 貢獻一些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 八年前回來 十年前回來 其實沒有產業環境 單單獨鬥 我還記得印象很深刻 回來做伴手禮的時候 我們沒有夥伴 好的夥伴在對話的時候 我們就只能跟海對話 真的還假的 對 心情不好就跟海講話 那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可以呼捧一半 一起去研究 怎麼樣為地方的美好貢獻 我左手邊這一個 大家有沒有看 我們真的想要地景藝術 這個我是請台東的一個藝術家 用竹子 我又不想用水泥物 所以我們都做了一個 可以透風 可以遮陽 然後又可以融入地景的一個空間 然後像我們這邊現在 只有剩竹竿人 這個是因為台風的關係 我們就把上面的布都拆掉了 每年的五月到十月左右 我們就會把布掛起來 讓人家有做一個遮陽休息 而且它也不會很突兀 它是跟這個環境是融合的 我們很強調生活美學 那必須要讓自己愛上這個地方 你才有辦法說服別人 也愛上這個土地 黃昏的時候很舒服 非常美 非常美 等一下大概才會有夕陽 大概六點出頭 這個夕陽就會從這個山卵 慢慢下去 像之前有郵輪的時候 大型郵輪就從這出港 搭配夕陽 真的是 再搭配好咖啡 好 你要自己來 不然你看到這邊會想說 聽你在說 沒有啦 開玩笑的 五年好 我們剛剛提到這邊的遊客數 是成長了百分之五十這麼多 你秋冬的話 這邊要怎麼個玩法 我們去年冬天 我們跟我們的北關珠一起合作 做一個先風潮 邀請大家來冬天盛紅 為什麼 河濱島的冬天 有幾個 大家會不想來海邊的理由 風 雨 浪 潮 風大 雨大 你就不想來 因為頭髮吹吹就變硝薄 那樣 所以大家都不想來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 利用可能是風 或者是浪 做的可能是裝置藝術 或者一些體驗設計 讓你去覺得說 哇 原來來冬天 這麼好玩的事情 會在這邊發生 那我個人齁 對 因為冬天跟海邊 我們的聯想太貧乏了 我跟妳要講講 我每次冬天來 我一定會去走環山步道 為什麼呢 看什麼大家 很大浪 整片的白色的 三四層樓的高浪 打到我們的岩石上 那個就很 很紓壓 跟夏天你現在看的風景 是完全不同的 這邊的景色真的是沒話講 好舒服 很舒服 對 王總整個 和平島OTI已經走了五年 是 所以這五年累積了哪些經驗 是你可以用這五年去想像 後面的五年OTI 其實前五年我覺得學到的經驗 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 是跟大自然環境的相處之道 另外你剛剛也可以看到沒有類似遮陽棚 帳篷的那種樣式的遮陽散 我們不定時會有不一樣的一些陣風 所以那種陽散類的幾乎都會壞掉 壞掉 另外我們假設電器設備 鐵製品 幾乎你只要一個東北氣候過了 它一些研化 風時 尤其是戶外的場域 其實在維護管理這才是大學問 包括剛剛我們只要做SUP 對 我們連下水的上下水設備 我們也是融合 希望不要破壞環境 用個抽屜式的方式 所以這個是當初在做和平島的 所以現在設計的時候 大自然會教你就對了 我們被教很多 我都常常跟人家講說 我們不是在做環境教育 我們是環境在教育我們 第二個其實我覺得關鍵是 因為OTI是屬於跟北關處 公司部門的一起通力合作 譬如說辦活動 公部門可能會借力實力 協助我們 然後譬如說疫情好了 去年前年的疫情很慘痛 那公部門可能在租金 或權利金上面 會去衡量這件事情 然後他也可以做一個注意 讓我們可以活下來 所以未來五年還很值得想像 對 兩次不見 走去的 走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